阿芬哥生日快乐 伯母不说 要准备杀鸡杀鸭了 杀几个鸡 这杀两个就得了 我去买一点其他的菜 不要买那么多 哈喽大家好 我是二哥 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 你看今天这个天气很好 可能不会出发去买菜了 今天是阿芬姑的生日 这样子的 可以订个蛋糕 她说就不要买菜了 杀鸡杀鸡不得了 那还不得了 多少要买一点 给订个蛋糕 她说不要订蛋糕了 说是说 但是还是我们还是要订了 现在要出发先去买菜 我们现在到鹿蛋市场这里 这里有一家羊肉炖的非常好吃 阿芬姑是最喜欢吃羊肉的 我们去看看 每次来鹿蛋都是到这一家煮羊肉 特别好吃 然后阿芬姑也是特别喜欢吃羊肉 今天是下了煮的两多 应该是两多人 找两期的老婆呢 有个一期的 妈妈等你 这个妈妈 我都都 刚好 我刚好啊 那个家里吃了 你吃了好家里的酱子吗 我家里有味啊 你啊 那是那个肉 你吃了吗 啊 干嘛 干嘛 有些肉了 我一样 有几分钟 早点 然后可以慢点炒 慢点炒 嗯 好的 蛋糕已经烤好了 差不多了吧 嗯 嗯 差不多可以就是 弄那个 那个 什么水果啊之类的 还有那个 帆利荣啊 那些猪 那个 嗯 我们来这里了 你看老板娘就是买水果的东西 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个老板娘 嗯 老板娘好客气的 看你怎么弄蛋糕 到时候我可以学一下 嗯 帮我为师吧 嗯 师父在上 现在没有 哈哈哈哈 坐在这里等 等一下 当然也去印度站买了那个养育 买了那些排骨啊之类的 晚上 等下回家口再弄两条鱼那些 整一点腊肠啊 搞一点那个鸡翅 给小孩子们吃 小孩喜欢吃那些 对对对 就可以了 所以说是等这个蛋糕 大概是要半个小时 这样子 二十分钟吧 二十分钟应该可以 melted 君 restaurant 店 ord 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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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